飯店那個地址我們就成立了鳳梨工廠 也就會有你們之前可能一定都吃過的鳳梨罐頭 他在四零五零年代的時候 然後鳳梨工廠加工業是整個台東工廠很重要的一個經濟最主要的來源 他維持了最長最久的時候他大概維持了三千多個員工 那時候可能小朋友啊或是放假啦或是通工 他那時候就是有通工的條例 他就說那女工啊通工啊幾歲可以來工作啊 或是要給他多少錢啊或是要避免通工的危險這樣子 那你看到那個白色鋼琴他會有保二總隊的住址 最主要是因為當時候我們在智唐時期啊 這個智唐是國家的經濟很重要的很遠 所以保二總隊就負責的是來監控說 整個甘蔗是不是有被倒財倒賣 或是迴損喔 那但是啊如果說呢有被抓到的話呢就會拔錢 然後我們也會有相關的法要來警告說要保護干涉這樣子 好那就是這邊就是到這個台東工廠的一個介紹 我看你們的朋友們都很便宜 所以你要帶他們過去 请